市長 市長 今天在這裡我們有很多的民間的學者 或者是民間團體的社會領導精英 提供了很多他們的論述 也有證據 也有法令的依據 那我想是不是 曾市長您先用個三分鐘 先初步做一次回應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我想說 首先先說明的 就是有關於三接 有沒有替代方案的問題 就剛才提出了一些 就是剛才蔡律師提出了非常多的說法 就是包括有四接 五接 六接 等等的一些講法 要怎麼樣子能夠讓天然氣供應能夠增加 那我跟委員報告 四接 五接 六接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通過環評 是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這些論述常常 因為目前的狀況就是 所有的論述只要擋下三接多 我們不是敵人 我們謙卑 好 是 不好意思 我不評論 我就直接說明了 都是要停下來 那我都希望三接能夠停下來 但停下來的成本 不在這個討論之內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最大的 一個討論的特色 也好 我就不要評論 一個是公平的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論述 其實常常互相矛盾 比方說批評三接這一個地方 風浪很大 但是又要求做沒有避風的防波體的FSRU 這種東西要怎麼做 批評這個地方天然氣出潮有公共危險 卻要我們簽到台北港 不斷的論述說 這個環評有瑕疵 但其他的案子好像做起環評來就會非常的迅速 我不理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都是控訴 那這個沒有辦法討論 台灣的民主如果要繼續往前走 公投要能夠有合理的討論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論述方式 這裡面充滿了太多自抹矛盾的論述 是 三接跟藻礁的保存 基本上 其實洪生汉委員說的 本席是深有同感 那是環保跟環保之間的選擇 是的 也就是在兩種善良跟善良之間的選擇題 那這個選擇題對每個人來講 本來就是都很不容易 那在這之下 其實台灣地窄人稠 可利用的土地 人口這麼密集 然後我們又要供電的穩定 我們又要藻礁的絕對保護 這中間無法兩全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 對於保護藻礁的所有的團體來講 他們的痛苦我其實感同身受 因為本來本席推動文治法的修法 本席也是全中華民國台灣 保護古蹟最多的一個團隊 我在保護很多古蹟的時候 融獲有許許多多的案例 我也在那種心裡淌血的痛苦之中 必須要對現實做一些妥協 我沒有辦法全部保留所有的建築物的時候 我就必須割捨掉主要需要保存之外的其他部分 我沒有辦法原地保存的時候 我就必須接受異地復健的保存方式 所有的這一些妥協 在二三十年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團隊很了解 那過程之中所遭受到的痛苦 所以我想今天政府跟民間團體 我們彼此之間不是敵人 我們也深切地了解說 為了三階的必要性跟急迫性 而對藻礁的保護 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 絕對主義的保護的情況之下 民間的要求也是一種良善 也是一種善良 我們要謙卑 那我有看到我們在謙卑之語 其實政府也有很多外推在外推的很多的方案 這中間我最後還是要說 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們的選擇的空間真的很有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只能夠就是一再地呼籲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過程之中尋找機會 然後謙卑地尋找一個最大可能 最大可能的兩權 然後彼此成為一個夥伴 讓台灣變得更好 好不好 好的謝謝委員 好謝謝